欢迎收看一海方圆 我是赵小旬 今天呢 还是由我继续为大家来讲解对杀的技巧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呢 我为大家讲解了这个有关于双的 利用双的气景的问题来进行对杀的这么一个技术 不知道您掌握的如何呢 好 接下来我们还是先看一下这个上期的问题 我给大家做出正确的答案 这道题呢是黑仙 我们来看这个白旗啊 在脚上这两颗旗子 是将黑旗的这两颗旗子和这边的两颗旗子分断了 好 那么黑旗呢 就要想办法吃掉白旗这两颗旗子才行 首先我们看这个如果直接对杀的话 黑旗是不行的 这样直接对杀 显然黑旗是慢一气 直接对杀不行的情况 我们就只有利用这个 之前说的利用这个双的这个气景的弱点来进行对杀 好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啊 黑旗呢 首先 那个 这一招拐 这个是必然的一手 这个只能在这拐 因为 如果不拐的话 你走什么 就无论黑旗下什么 这被白旗打吃 这都 黑旗就都不行了 所以说呢 想要在这个地方出旗 啊 黑旗这个拐是 只此一手 这拐是必然的一手 我们看这个实话 这黑旗拐的时候 白旗呢 其实也是不能松懈的 啊 白旗如果要是 比如说这个 在这打吃 好 那么这被黑旗一加 这样显然就是 白旗卖一气了 那黑旗拐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白旗这时候 其实也只有挡 那白旗还有一种下法 白旗挡这个 我们看看挡这个行不行 啊 挡这个显然也是不行的 因为你如果挡 黑旗可以挖吃 只有接 啊 在这搂吃 这就形成了一个 我们在前几期节目中 曾经学到过的 这个滚打包收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 白旗就提黑旗在打 这样通过滚打 白旗 黑旗把白旗的气打紧 这样呢 是白旗被杀的这么一个局面 好 那也就是说 其实黑旗拐的时候 白旗旗既不能脱先 然后又不能在这挡 那也就是说白旗呢 这这招虎 啊 也是直撕一手 虎的时候 黑旗当然还是不能收气了 这个没有解决问题 拐一下之后 并没有延气 那么这个时候呢 黑旗就要利用白旗这个 双 就这个双板凳的气紧啊 来做文章了 我们看 首先 黑旗如果挖吃 白旗接 黑旗如果接 这个显然不行 这白旗不论是吃这两个 还是吃这三个 都可以将黑旗吃掉 那么只有一路打吃 但这样的话呢 白旗可以提 啊 这个提呢 是带响的 这个提呢 同时也叫着黑旗这个子的吃 那么黑旗 如果在这打吃的话 就被白旗提掉了 啊 那这个显然是不行的 也就是说这个挖吃 被白旗接住之后 啊 黑旗呢 就没有了后续手段 这是欲速则不达 这个 看上去很着急的去收白旗的气 啊 其实起不到什么好的效果 我们还是再来看其他的下法 如果搬 这会怎么样 啊 这个局面下 这搬是不行的 因为搬的话 白旗可以 简单的叫吃 就可以了 大家注意搬的时候 白旗不能跟着挡 跟着挡就中计了 这被黑旗一挖吃 那么这个搬一下 跟白旗挡交换 就起到了一个 先手将白旗的气 撞紧的这么一个作用 那白旗也不能在这打 在这打呢 这个同样的道理 黑旗一挖吃 这白旗就不行了 啊 但是这个时候 白旗可以吃这三颗旗子 白旗这个一路打是成立的 黑旗如果挖 白旗 你看这三颗旗子被白旗提掉之后啊 这个黑旗就没有什么后续手段了 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看出黑旗拐 白旗虎 这时候黑旗搬这个也是不行 这个挖不行 这个搬也不行 那么黑旗应该下什么呢 这时候黑旗的正确答案是黑旗 这二路旗是妙手 这个如果西新的观众朋友们也许会看出来就是我们上一期啊 在上一期节目中的那个互动的问题也是跟这个局部有相似之处的 那么黑旗呢 也是要下出这一个挤 利用白旗这个旗行 双关旗行的这么一个弱点 才行 这一挤之后 白旗已经非常难办了 我们看首先这个挤啊 白旗不能在这吃 黑旗这个送死 但是白旗却不能吃 非常的难受 这样一吃被黑旗挖吃 白旗这三颗旗已经就截不上了 那么其次我们看看白旗能不能从这吃啊 之前我们说黑旗如果搬的话 白旗可以从一路打吃 那么黑旗挤的时候白旗如法炮制 这个成不成立呢 对这显然也不行 这你如果吃黑旗可以在这挖吃 同样的道理 也是将白旗的气撞紧 这样的白旗就截不上了 那白旗虽然可以提掉这三颗旗子 但是由于这现在黑旗这是一个叫吃的状态 你提三个 我也可以提两个 那这样的就是黑旗成功了 我们再来看 拐虎 这几 这时候呢白旗从这吃和从这吃都不行 那这时候白旗应该下什么呢 看白旗这个利行不行 这利也不行 如果你利的话 给黑旗铺 只有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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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再打吃 这样白旗呢 就是一个被打成一个秤坨 这么一个旗型 这是被黑旗一气吃掉了 那这个挤的时候呢 其实白旗已经没有办法去吃黑旗了 那这时候呢 白旗其实就两种下法 最 刚才我们说的吃三个是一种下法 就是选择转换 把黑旗的脚吃掉 但是呢 黑旗把这白旗外面这两个子提掉 这个转换呢 也是黑旗可以的 那么还有一种转换 就是白旗吃在这 这白旗打吃 这样黑旗可以一路打吃 对这个时候 白旗还是不能去吃脚 反正你要去吃脚的话 被黑旗一提 这三颗旗子就接不上了 一接被人家全提了 那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 我们看 白旗吃 黑旗一路叫吃的时候 这时候呢 白旗的正确下法是 提 把这一颗旗子提掉 这样能确保 黑旗提的时候 白旗可以接上 但变化下到这呢 黑旗就可以把这个 白旗这两颗旗子夹死 所以这道旗 最终的正确答案是黑先 黑旗拐完了挤 妙手 可以形成转换 要么就是吃两个 要么就是吃脚 所以这个局部呢 黑旗一拐之后是有旗的 不知道您是否做出了正确答案呢 好 本期的互动答题环节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好 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讲解本期的内容 上一期节目中呢 我们学过了这个双 利用这个双的气景 这个双板凳气景的弱点来进行对杀 那么在本期的节目中呢 我将为大家介绍了那个另一种手镜 好 我们还是来看这个本期的两道题目 首先来看一下图一 这道题呢 是黑纤 这道题是 可以说呢 白旗虽然不是一个双 但是跟那个双有 就是双板凳有那个 类似的地方 白黑旗呢 同样是需要利用白旗这个气景的弱点啊 进行对杀 可以说这是一个这个 呃 变异版的这个双板凳 这个有点大 只是宽的双板凳 那么好 我们来看一下 黑旗如果要是最简单的下法 冲 那白旗挡 吃 白旗接 好 这个下法怎么样 我们看 这个显然是 黑旗两气对白旗三气 那么黑旗就是 卖一气被杀了 这个冲的时候呢 其实白旗还有白旗接住也可以 刚才我们说白旗 白旗可以挡 白旗接其实是一样的结果 那你黑旗如果冲 白旗接 这一样是两气对三气 如果搬 白旗加 可以再搬 好 大家注意这个时候呢 白旗不能随手的跟上挡 你只要挡被黑旗冲 这样白旗就不行了 这个接不上 那再搬的时候 白旗可以从后面打吃 黑接 白旗这个 同样这个位置还是不入气 那白旗继续打吃 好 下成这个结果呢 是黑旗不行 这个黑旗呢 是一个接不归 也就是说呢 这个时候黑旗这个冲 这个比较余值的 这个冲是不行的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下法 那冲这个怎么样 好 冲这个同样不行 冲这个白旗呢 还是有两种下法 白旗首先可以接在这 这非常简明 就是白旗三旗 那黑旗两旗 显然是黑旗不行 白旗接在这呢 也黑旗也不行 这跟刚才的这个 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 实际上是没有区别的 那所以说黑旗这个 两冲都是不能成立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黑旗其他的下法 黑旗这个时候可以挖 这个挖怎么样 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 这招旗呢 看上去非常的妙 这一看就像妙手 他长得就像妙手 但是其实这是一个 这张假妙手 我们看白旗如果要是 打吃 这就中计了 这个打吃是不对的 这黑旗可以跑 这个就被他这个 假妙手的这张嘴脸给欺骗了 接住 黑旗的接 这样我们看就是白旗卖一气 那你接在这边也不行 接在这边同样的道理 人家只要接上 这白旗已经被一气吃了 好那这个挖的时候 白旗应该怎么办呢 你看打这个 打底下不行 打上面行不行呢 好这也不行 这我们之前学过的 那个手筋就全都用上了 你要打上面 黑旗可以立 这白旗就有吃 这无论吃哪边 效果是一样的 那么黑旗 打吃 白旗提 黑旗铺 黑旗铺 白旗如果提 那黑旗打 对这个局部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么一个秤坨的器型 是我们之前学过的这个大头鬼啊 就在这个局部就用上了 这样的话白旗不行 那铺的时候 白旗这个接住也是不行 如果接 黑旗外面打吃 好这样也是白旗慢一气 好那这个挖的时候呢 从上面打吃 从下面打吃都不行 那白旗该如何是好呢 我们这次来看一下 白旗呢 其实不用理会这个黑旗的假妙手 这白旗只要冷静的接住就可以了 好这样是黑旗不行 接住我们看黑旗就度过 白旗打吃 黑旗接 白旗再打吃 黑旗接 好这个时候白旗再一吃 你看这样呢 黑旗就被白旗一气吃掉了 好这个黑旗只有一口气 这显然是不行的 那所以说呢 对对付黑旗这招挖 这个呃 所谓的妙手 白旗只需要冷静的接住就可以了 那由此看来 这个冲冲挖 这都不行 这都是失败的变化 那黑旗应该下什么呢 啊黑旗这正解是一路搬 啊 这时候大家要注意 这个搬两边是完全不同的 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啊 这一定要分清 如果搬在这的话 这是黑旗就不行了 搬这的话白旗可以搬 啊 这样因为这个子不是旗接 你把这个子吃掉是完全没用的 这吃的时候人家不会接 他只要接在这就行了 啊 这样黑旗就是 大大的失败 好 所以黑旗只能搬在这 搬这个是妙手 我们看这张旗 妙在何处 首先白旗一定要阻止黑旗度过 比如说你收气 或者你去干嘛去 这都不行 这个被黑旗搬 这就度过了 打赤 接 打赤 这个黑旗是可以接上的 这个并不是一个接不归 那所以说呢 白旗这个时候 黑旗搬的时候 白旗必须要想办法阻度 这阻度就有几种下法 首先我们看一下白旗打赤 行不行 白旗打赤的时候 大家注意 黑旗 这个是不能接的 黑旗如果接的话 这个旗就形成了打结了 那白旗是白旗也不能接在这 白旗接在这的话 就黑旗有一扑 这扑白旗就有提 这样被黑旗打 这白旗就不行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白旗不能接在这了 那白旗也不能接这个 接这个也不行 接这个黑旗冲 这下一招就把白旗冲死了 这就是三旗对两旗了 那白旗这时候应该走什么呢 就是这个 白旗这时候就只需要冷静的收气 我们看这样的话 黑旗如果冲 这个时候白旗也是不能接的 白旗接还是被黑旗冲死 那白旗可以打结 白旗挡 这就形成了一个结针 那这个形成打结呢 黑旗就失败了 打结并不是最正确的答案 黑旗搬 白旗挡 这个时候呢 黑旗千万不能接 黑旗单冲这个是好气 你看这一颗旗子啊 并不是旗金 这个白旗可以提 但是没关系 黑旗只要这一冲 就把白旗上面的三颗旗金吃掉了 那么这个变化显然是白旗不行的 搬 搬 充 这个时候 白旗如果接 那同样黑旗还是可以冲 这样的白旗也是接不上 那有的旗迷朋友就会问了 那你说这个打结 那我就来跟你打结好不好 白旗挡住 这不是打结吗 大家注意这其实并不是打结 这个呢 这个局面下 这挡着这不是打结 因为黑旗可以从后面打吃 我们看这四个旗其实是旗金 这四个旗呢 是不能死的 你提掉我一个没用 我把你这四个提掉了 这白旗就不行了 那白旗这个呢 又接不上 所以说这个并不是打结 这挡住被黑旗打吃 白旗就不行 那也就是说搬的时候 白旗也不能去这挡 那白旗就只有接 这时候大家注意 这时候黑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次序 黑旗如果还是冲这个 那就还是 这被白旗贴 黑旗就不行了 这时候黑旗一定要先搬 就是先将白旗的气撞进 同样的道理 白旗不能被黑旗度过 白旗就被黑旗一接上就 黑旗就联络了 这白旗肯定不行 那么白旗就只有来这吃 这个时候黑旗再冲 这时候冲哪个都可以 就是ABC这三点都可以 无论是冲啊冲啊还是挖都可以 只要走在这 这白旗就不行了 我们看这白旗气紧 要提再被我一冲 这样呢 黑旗就顺利的度过了 那也就说这道题呢 最后的正解是 黑旗搬 搬在这儿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搬错方向啊 这个一定要搬在这个角上 黑旗搬 白旗接 黑旗搬 这是一个黑纤沙白 这么一个变化 这道题呢 其实其实蛮有意思的 这是一个大双板凳 我们把这个大双板凳解决了之后 再来看一下这个图二 看一下这第二道题 这道题呢 就跟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双 双板凳这个气星就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了 这道题呢 是白纤 也是很有意思的一道题 大家注意在这个局部啊 或者说在这个这种这个角上 这个形状是非常的常见的 也就是说这道题呢 是非常接近于实战的这么一道题 希望大家可以牢记 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审题 看一下这个白旗 一二三四五 这五颗旗子 被分断 只有三口气 那么这两颗旗子呢 也被分断了 也是只有三口气 那也就是说白旗呢 必须要在黑旗 与黑旗的对杀过程中 将黑旗的气呢 控制在两口气之内 才行 首先我们看一下最简单的变化 这白旗如果打吃这个 这行不行 当然黑旗只有戒 的确这个白旗的这两招下法 确实把黑旗的气控制在两口之内了 但是很不幸的是 如果这样下的话 黑旗就可以打吃 白旗这个打吃呢 紧住黑旗的同时 自己也撞了一起 我们看这两口 本来是三口气的 现在不经意间 现在它只剩下了两口气 那么被黑旗一打吃 这白旗就不行了 那么所以说我们看白旗 最简单的打在这儿是不行的 我们再来看靠这个行不行 这个靠有的时候也是手筋 这个也是很漂亮的一手 但是在目前的局面下呢 它是不成立的 这个靠 我看黑旗是不能收气的 黑如果收气 那就被白旗打死了 但这时候黑旗可以团 黑旗团在这儿是好手 应该说是一个局部的要点吧 团的时候呢 我们看白旗这又是只剩下两口气了 那没办法了 白旗就只有力 因为你收气不行 我们之前讲过收气 就被黑旗吃死了 那只有力 这力的时候大家注意啊 这个时候呢黑旗不能再纠缠着与白旗 这三颗旗子进行对杀了 你如果比如说看见这个 这我不是可以搬吗 这搬可以搬进脚 这就大错特错了 这个时候你搬的话 白旗就有两种下法 都可以吃掉黑旗 首先白旗这个断就可以 这是一个著名的打头轨 这个我们之前曾经多次讲过 这拐尸这个局部是一个打头轨 那么还有白旗其实搬在这也可以吃掉黑旗 那黑旗这一点是不入的 那黑旗接上 白旗再接 黑旗也只有两口气 就是搬这个是不行的 你收这个也不行 你收这个的话白旗一紧 我们看这个叫做金鸡独立 这白旗立下来之后 这两边黑旗都不入气 这样黑旗就不行 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很简单 黑旗可以不必纠缠着 与白旗这三个子对杀 黑旗只要收上面的气就行 这白旗虽然是五颗旗子 但是它其实只有三口气 那么黑旗一紧 白旗就只剩两气了 黑旗自己还有三气 那这样显然就是白旗卖一气被杀 也就是说靠这个也不行 这时候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黑旗这个团是一个要点 那所以说白旗必须要先阻止 它占据这个团的要点 那白旗就只有先打吃 这条旗的正解是白一打吃 那黑旗只有接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 这白旗应该下什么 这时候白旗呢 首先这点搬是不行的 搬人家拐 那之后去补断点 这样黑旗就可以把白旗吃掉了 那么再来看搬这个 搬这个行不行 搬这个呢 是比较接近于正解 但是它并不是正确的答案 搬这个是不行的 搬这个黑旗不能打 黑旗要打的话就中计了 这样白旗可以恰吃 如果提 白旗打 这样黑旗就被一气吃了 那你如果拐 还是被白旗一提 这样我们看黑旗就只剩下两口气 那白旗还有三口气 黑旗显然是不行的 那么也就是说白旗搬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黑旗呢 是不能打的 黑旗但是有一招 这个弯 黑旗弯是好手 白旗爬 黑再立 你看这个时候白旗啊 始终是不能松的 但你比如说 这个弯一个的话 人家就把你收死了 因为黑旗有三口气 那白旗只有紧着走 但你如果靠的话 黑旗可以虎 这样的话 黑旗即使收气 白旗也不行 这两边不入气 那么白旗黑旗还可以吃这个 这就是一个有眼杀无眼 这样白旗也不行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白旗其实这个班是不成立的 那白旗的几道旗 最关键的一招手筋 就是这个夹 大家注意这个 在这样的角上 这夹一个是局部的手筋 这夹黑旗只有拐 这样白旗再度过 这很简单 黑旗就只剩下两口气了 那么三气对两气 显然就是白旗快一气 那么这道题呢 通过这道题 我们可以学到一招手筋 主要就是这个角上的夹 这个夹非常的常见 请大家一定要牢记 那么好 今天的这两道题目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互动环节 好 那么接下来呢 还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本期的互动题目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好 这道题呢 是白线 我们看这白旗的这几颗旗子 现在是被黑旗分段的状态 那么一定要与黑旗的脚部 这两颗旗子进行杀器 请大家注意啊 这个白旗这两颗旗子 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这位旗子 这个蛙看上去与脚上的对杀是毫不相干 但其实呢 是有着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好 今天这个提示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希望您多多动脑筋 然后多多思考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下期继续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